要謝謝一直陪我走很久很久 我的太太 地瓜 謝謝你每天都提醒我 不要想做別的來養活這個家 好好把戲演好就對了 希望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好 現在要準備頒發 第58屆金鐘獎迷你聚集男配角獎 得獎的是 黃迪洋看海 山長角色在戲中是個包袱 處境令人沉痛無奈與負擔 卻也值得同情 表演力道十足 引人入勝 肢體傳達 意識入目三分 謝謝評審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獎 或許你們不知道在這個時候給我這個獎 對我來說有多麼大的鼓舞 謝謝看海的劇組 我想跟還在表演這條路上 還沒有被看到的朋友說 你一定要珍惜 在還沒有發光之前就已經看到你的人 謝謝北安老師 謝謝大英湘玲 謝謝林露琦 謝謝閻藝文 王偉忠 林美秀 竹生哥 還有從哥 謝謝我的高中戲劇啟蒙老師 余樹梅 教官陳家發 北大的老師 馬丁尼 杜斯惠 如瓶 Vicky 還有看著我 陪著我一起長大的團隊 台南人劇團 綿綿工作室 兩天工作室 9303 達康達康 曹哈利 還有 要謝謝一直陪我走很久很久 我的太太 地瓜 謝謝你每天都提醒我 不要想做別的來養活這個家 好好把戲演好就對了 希望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我是黃迪洋 還算是個不錯的演員 請繼續找我演戲 謝謝 好好說一下 第一次入圍 第一次得獎 我們今天有直播 今天剛剛忘了說的 對鏡頭說 想要對誰親本好友說幾句話 哈囉 謝謝喜歡我演出的朋友 我會繼續把好作品帶給大家 謝謝 第一次入圍 第一次得獎 而且第一次做國館那麼前面 以前 看那麼多演出 都沒有錢買那麼前面的位置 感覺很不真實到現在 都還是很不真實的感覺 對 然後謝謝看海的劇組 它是一個25分鐘的短片 然後能夠跟那麼多強大的作品 迷你劇集來做競爭 我真的覺得入圍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還可以在這支中 其他四位那麼強的前輩 而且那麼厲害的演員們脫穎而出 我真的非常謝謝評審 然後非常的感謝 因為像我剛才說的 我覺得疫情過後 通膨的關係等等的 都會想說 可不可以做點別的 讓自己的家庭能夠好過一點 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一點 然後在這個時候 好像入圍跟得獎 好像是老天爺跟我講說 你就不要想別的 你就戲來就演就對了 Yes 實至名歸 非常恭喜阿迪 謝謝 那剛剛講到錢 獎金要怎麼運用 我會先拿來請劇組導演他們吃飯 回座人 對 然後吃飯飯之後 就是先把房租繳完之後 還有小孩啊 還有小朋友 還有老婆 該有的生活費先存下來 應該可能兩千塊 我們會吃一頓好吃的吧 剩下的 我已經算好了 接下來會戲約不斷 恭喜男配角到手了 恭喜你 恭喜阿迪 哇 不要再哭了 這麼帥不要哭了 恭喜恭喜 歹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